大家好 我今天是 今天我们要看 Hello 大家好 我是 我是芝芝的女儿南幽敏 我们今天看的房子是一个 一个小房子 一层弯心的小房子 妈妈说学区非常好 適合小家庭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看一下这个房子吧 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是一套在CodeSide的位置 你看外边是一个圆圈 这种就是CodeSide 然后它这边呢 其实是一个小路 是社区里的一个路 Ok Naomi 开始吧 该你了 你看啊 带我们走进这个房子 好吗 走 双车库 然后不太到2000尺的居住面积 一个一层好学区的房子 像这种23万价位的房子 就比较抢手 刚刚上市 一进来之后呢 就是一个蛮大的客厅 你看这个房子 其实只有不到2000尺 但是一进来之后的客厅 就挺大的 好好这个客厅大不大 你跑一个 我看看再能不能跑得开 哇 是不是如果一个 如果我们住在这样的房子当中 小朋友就可以跑 跑着玩了 对不对 这个房子 这个客厅都是地毯的 地毯是刚铺的 它其实是收拾过的 然后就这样子一个客厅的感觉 客厅很大 对于这种总面积不到2000尺的房子来讲 我觉得它这房子配置的 这户型是很好的 你看这边呢就是厨房 厨房的厨柜没有更新换代 包括你看微波炉 炉灶这些都是比较旧的这种 然后这个冰箱留下了 但是这个冰箱可能也不软心了 比较旧的这样子 但是很整洁很干净 然后呢厨房的后面 就是洗衣房 洗衣房的旁边是车库 然后这边是个储藏室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房子吧 好好 你就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就好了 好吗 那这个房子的卧室呢都分布在了这边 那边有两个卧室 然后这边有一个 我们先来这边这个 因为这边是主卧 现在就来到主卧的这个空间了 主卧是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房间 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这边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主卧的洗手间 浴缸 然后一个洗手槽 这个我可能要重点说一下 一般的主卧就是两个洗手槽 但这个是个一个洗手槽槽的 然后旁边是一个 马桶间 然后没有门 然后这边是有窗户的 然后旁边是淋浴间 这个淋浴间的玻璃稍微有点污 打开看看里面状况好不好 但里面还好 可是它下面其实有一点没字了 但是它就是拿那个胶涂了一边 所以感觉不是很明显 嗯哼 这个房子的翻新不是很多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房子的屋顶也没有换 然后这边呢 就是衣帽间主卧的 然后这个地毯是换新的了 好我们去隔壁的另外两个房间看看 你在前面领路好好 另外两个卧室在哪 快去找 好好 哦这边 这边中间是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边一个卧室 然后这边一个卧室 这就是小朋友的卧室 对不对 对 这边一个卧室 这边一个卧室 中间呢 是一个洗手间 那是香薰 那它这个洗手台没有翻新 但是维护的状况也还是可以的 嗯 然后旁边是另外一个卧室 妈妈这个卧室的 就是装衣服的地方好小 有点小啊 不如你的房间大 是不是啊 它是可能这个地方是有一点小 因为这个房子的总面积不是非常大 但是你看客厅是不是很大呀 嗯 那我们去院子看看吧 看看这方院子好不好 走 院子在这边宝贝 这边 嗯 好 你开了门待会儿要用消毒 消毒湿巾擦好啊 回来吧 看了不能摸眼睛 胆都不能摸 这个房子的院子不太大 就这么一小块 这样子 它这个草已经不太好了 干嘛 那是假的 整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小房子 如果您对这样的比较弯心的小户型感兴趣 欢迎在微信 关注微博 联系我们 我是Gigi 我们下期再见了 现在看看位置在哪里吧 房子呢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它离这边就是个高尔夫球场 就非常的近 我们可以放大一点看看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放大一点呢就看的更清楚一些 房子位置在这里 然后旁边这一块就是高尔夫球场 然后在这个旁边就是290高速公路 所以它离高尔夫球场离高速公路都很近 那离比较大的商场在哪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弯马 然后还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放大一些 稍微放大一点 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它离商场的距离了 那这个房子本身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高尔夫球场在这边 290高速公路在这边 然后这一块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商场 所以这个地方是很近的 那这边是学校 你看每一个的位置 都是在10分钟左右都能辐射到的位置 那现在呢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房子离各个地方的距离 离中国城的距离是30多分钟到中国城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离Uptown的距离 Uptown的距离也差不多就30几分钟到Uptown这样子 Uptown就是20几分钟的距离 所以它就是正好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了 如果您对修盾地产兰兴趣 欢迎联系GD修盾地产团队 我是GG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